大家好 我是曉薇老師 今天要來幫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測驗 就是2020年 我怎麼樣可以財務自由或是賺更多錢呢 我相信錢啊 在這社會上 雖然說它不是無所不能 但是真的很重要 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跟金錢離不開關係 所以在2020年呢 老師來幫你做個測驗 看看怎麼樣可以幫助你在2020年 財務自由或者是說賺更多錢 那剛剛我相信已經有給大家看見的 四張塔羅牌 你現在一定要確定 心中想著神 神啊 不管你姓什麼神 請你告訴我 我在2020年怎麼樣才能夠財務自由 或者是賺更多錢 想好之後張開眼睛 在這四張牌裡面 找出直覺 你覺得最吸引你 這張牌你可能感覺在發光 或是對你最有信義的這張牌 選出來之後 它就是神要給你的答案 那現在 針對這四張牌 小玉老師來講解 哪一些牌象徵什麼意思 以及象徵你2020年怎麼樣會更好 好不好 那老師今天來講解的第一張牌 它是錢幣騎士 錢幣騎士象徵說 你在2020年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跳槽 去尋找對你更有利更多錢的工作 所以 得到錢幣騎士的朋友 在2020年 你要跳槽 轉職轉薪 都是非常好的機會 你會因為尋找其他跑道 而得到更多的收入 或者是更多的報酬 對你來講 是非常的有優勢的 所以在2020年 抽到張牌的朋友 千萬把握機會 好好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好嗎 來我們來看第二張牌 張牌是命運之輪 命運之輪抽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我告訴你在2020年 你可以去學習更多技能 學習更多技能 而去幫助你賺到更多錢 什麼叫做學習更多技能 也就是說多一點復業 而這個復業並不是做外送騎機車這種喔 而是有智慧 有專業的 比如說我今天學很流行的魂媒師 美甲 或者是說像有些朋友 會去學一些寵物的一些美容的技巧 和多一個復業 多一個專業的證照 它會幫助你在2020年 得到更多的財富 以及甚至也會幫助你變成財務自由 所以選到第二張牌 這張牌運運之輪的朋友們 記得 如果你2020年想要更好 不要懷疑就是去進修 讓自己學到更多的專業就對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三張牌 第三張牌是錢幣式 錢幣式的朋友 如果你抽到這張牌 在2020年想要更有錢 那我非常建議你可以做一點投資 怎麼樣投資呢 不管是頭頭大折投資房地產 小折投資股票基金 因為今年你的這種所謂的投資運 真的很不錯 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小額投資 可以得到被動式的收入 好不好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抽到這張牌的朋友 好好的把握一下 看一下接下來的股票 或是基金 哪一檔對你最有利 好好做個功課 做個小額投資吧 好不好 接下來抽到這個聖杯國王的朋友 聖杯國王的朋友 聽到國王不要懷疑 他就在告訴你2020年 你可以創業了 不要懷疑 你可以開創 開創一個有關於人有關的事情 什麼叫人有關的事情 可能因為朋友而幫助於創業事業 比如說你今天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小吃店飲料店 甚至你可以做個自創品牌來賣只要有關人群有關的行業 你都可以在2020年做個簡單的創業 而這也是改善你事業運最好的一個方法之一 在2020年的運勢可以做小型的創業 小型的創業是小型的喔 不是一次就叫你去開一點大連鎖店喔 比如說小型的火鍋店 小型的飲料店 或者是說 甚至於是有人說那好做雞蛋糕的 都是可以的 他可以幫助你的財務 在2020年快速提升 甚至於達到財務自由 好不好 那接下來老師講解完這四張塔羅牌呢 給大家一些建議 那如果接下來大家對於我們塔羅測驗的部分 有興趣的朋友 或是你想看什麼樣的單元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小玉老師 當然最後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千萬不要忘記 記得訂閱老師的頻道喔 好不好謝謝你們 掰掰